说起耐克,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祥,耐克在我们中国的销量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,但是近期却传出了销量大跌的消息,圈个有用。 你能想到吗,耐克的业绩竟然与越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 身为著名运动品牌,耐克在中国的销售额逐年增长,由此也看出我们对耐克品牌的信任和喜爱。 今年的12月20号,美国耐克公司却公布了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。 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,截止11月底,耐克在北美地区的销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%,北美也成为耐克销量增长最快的地区。 耐克在这一财季中,销售增长额度高达133亿美元,取得了13亿美元的利润额,比去年同期上涨了7%。 从数据上分析来看,耐克公司的经营状况处于持续上涨的趋势,但是另一则数据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,耐克在最重要的销售地区,也就是我们中国,销售跌幅竟然高达20%,耐克集团也对此做出了详细解释。 他们给出的理由竟然与越南工厂有直接关系。 因为疫情的原因,越南开始实施严格管控,部分工厂停工停产,由于是强制停工政策,耐克集团也无法进行干涉,只能听从越南政府的安排。 据了解,耐克有一半以上的鞋子在越南生产,这一点是我们没有想到的。 脚上穿着的著名美国运动品牌,竟然是东南亚国家越南所产。 越南工厂的停产,直接导致耐克鞋子的生产总量缩减1.8亿双。 耐克现有的库存,无法满足我们中国的需求量,出现销售业绩下滑,也在情理之中。 耐克集团当然不会放弃中国市场,为了安抚我们中国消费者,耐克集团声称越南工厂正在尽快恢复生产,现在的生产总量已经达到原先的80%左右。 如果疫情得到管控,耐克的生产总量将于2023年恢复正常。 通过耐克的解释,我们可以看到,在中国销量的下降,直接原因是因为供不应求,间接原因是越南工厂因疫情关系停产。 事实果真如此吗?这似乎只是耐克集团的一面之词,但市场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。 销量下滑的原因也是多面而复杂的,其实耐克在中国早就有业绩下滑的兆头。 早在今年的9月,耐克集团发布了6至8月的财务报表。 报表中的数据显示,耐克在华销售量是全球增幅最小,从时间上来看,似乎真的可以与越南疫情画上等号。 但事实上,我们中国在经历了疫情之后,对民族品牌有了深厚的感情。 国内的很多知名品牌纷纷捐款捐物,让我们看到了民族企业家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。 特别是在今年的河南水灾中,红星耳克捐款额高达5000万元,并且带动了其他国内运动品牌捐款捐物。 虽然在民族品牌的带领下,耐克和阿迪等国外品牌也紧随其后,向中国发起了捐款,但我们的目光已经逐渐转向民族品牌。 耐克在中国的定价并不低,我们之所以认可这个品牌,不仅因为品牌知名度,还因为鞋子的质量确实过关。 但是疫情和河南水灾,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品牌的力量,品牌意识已经逐渐淡化,我们的消费者开始热衷于购买民族运动品牌。 原来无人问津的红星耳克成了强手货,而耐克等知名国外运动品牌销售却日渐下降。 还有新疆棉花事件,也导致耐克品牌在中国的认可度下降。 在今年的三月份,HM发布了有关停用新疆棉的声明,此举引发了我国网友强烈的不满。 但事实上,耐克阿迪等运动品牌也在近两年有停用新疆棉花的言论。 此举直接影响了我们对耐克和阿迪等品牌的好感度。 耐克以不错的产品表现力一直为我们所喜爱,他们在我们国家也赚取了高额的利润,没想到如此伤害我们的感情。 特殊时期,更能够看到我们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团结力。 所以,耐克品牌的销量下滑是很多因素造成的。 其中既有市场因素,也有越南疫情的影响,更有消费者消费意识变化的原因。 当然,作为中国人,我们还是应该感谢在困难时刻耐克向我们伸出了援手。 耐克集团在河南水灾期间向我们捐款2000万元。 消费者的眼睛是雪亮的。 有这样的善举,耐克品牌也会重新得到我们的认可。